發現轎車連闖三個紅燈 園警本來要攔車取締 問明了原因 馬上開到救人 跳上警車高速開到 車上昏迷休克的女童 及時獲救 撿回了一命 熱心救人的園警獲得分局表揚 但這陣子卻公事家事兩頭燒 因為女兒遭到白領 誘拐離家 二十九天 工作投入更愛家 去年全家到日本東京大阪旅遊 今年初還上山賞雪堆雪人 照片中見證婦女的好感情 親近農場豆綿羊 還幫女兒跟哥哥留下了溫馨畫面 少女失蹤之後 玻璃師大人爸爸不放棄 在女兒臉書上好幾次留言 請女兒的朋友勸勸她 繼續旷課就要變成終錯生了 更心疼女兒再兩個月 就能拿到畢業證書 白領的車上週在花蓮被找到 爸爸還高興地請假趕緊趕過去 原本排休兩天分局再准她兩天假 讓她隨時可以接女兒回家 家屬報案尋人爸爸所屬的單位 偵查對同事也主動私下協助 終於等到好消息了 下午少女在花蓮安全被找到 煎熬了29天 只希望用親情迎接回女兒 找回往日的一家和樂 記者蔡小剛廉家慶 台中報導